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这样啊 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 十六阿罗汉理工文 十六阿罗汉理工文 我应该是第一次给大家传讲 以前在藏传佛教当中 祈祷文也可以说是一个祈祷文 也是一种赞颂文 也是一种顶礼文 那么应该说是非常著名的祈祷文 在不管是任何教派 大家都非常重视 所以这次传讲的缘起 包括我翻译的缘起 去年在学院的时候也是有好几个道友 就跟我说要翻译一下 其实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我也有想法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看到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很多历史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当释迦牟尼佛实现涅槃以后 他要求把自己的教法交给十六大阿罗汉 他们不要入于寂灭顶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当中让他们安住 一直到他的教法五千年一末 之后才允许入于涅槃 当时各个大阿罗汉在佛陀面前 也已经承许 也已经答应 这样的原因 所以十六阿罗汉的祈祷文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这次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吧 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因缘 前一段时间我在北京的时候 也是从印度金刚座那边带来的 也是十六阿罗汉的祈祷文 他们能不能让我再次传讲 后来到了云南的时候 也是得到了古宫博物园里面的 乾隆皇帝的遗体 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些治疗 通过各种因缘我也想大家共同祈祷 世界上各个教派的这些高僧大德 愿他们长久住世 长转法论 然后依靠祈祷十六传阿罗汉 让佛教在世界各个地方遍地开花结果 不断地兴盛发展 有这么一个发愿 所以我们要发愿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阿罗汉的功德 和每一个圣者的这些发心 发愿 如果我们不明白 恐怕发愿也是不一定能很好的圆满 我看到汉地很多的寺院里面 都有十八阿罗汉或者十六阿罗汉 但是有些 说实在 有些好像对他们的祈祷和对他们的鼎礼 是带有一种不是特别明智的行为 包括我们在藏地 各个寺院里面都有十六阿罗汉的壁画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作为一个佛教徒 应该了解佛的最孙者非常重要的六大弟子的时机 同时非佛教徒也应该了解 佛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 并不是带有一种迷信的色彩 应该说也并不是一种传说的圣化故事 完全都是有一种非常真实的 确凿的历史依据 现在我们城市里面有个别人 说实在自己心里特别情绪 非常的浮躁 然后只要他自己不能理解的 全部判为这是一种传说 这是一种迷信 包括极个别佛教徒 他们也是好像自己对整个佛教的一些真正的案例 然后有一些历史并没有兴趣去细致的研究 这样以后只要自己心里稍微有点不吻合 或者不适应的东西全部偏为一种 相当于虚构的虚拟故事 这种说法是相当不合理的 所以我本人也是想跟大家 不管是在现场的道友们也好 在包括网络上的这些人 对佛教的了解非常的重要 现在很多人正因为 对佛教的真理不了解的原因 自己与真理可以说是越来越遥远 到最终自己是真正入于一种迷信的企图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听法的时候 也是有这么一个意乐吧 我们刚才也发了无上的菩提经 同时我们也通过这次共同学习的 这样短短的一个时间当中 对十六阿罗汉有过重新的理解 然后有了这样理解以后 在以后我们的生命当中 以后的生活当中 也知道他们这些并不是好像一般的一个画家 他是画画而已 其实画画的这种画面背后 有过特别的悠久的历史 而且这个悠久的历史跟现实的生活也好 或者说当时佛教真正的佛陀教法注释 有过密切的关系 这些关系不懂的话 就像表面上我们可能只会吃药 但是吃药物背后的配方 来源这些都不明确 我们也没有资格判断这是好或者不好 所以现在我们这次不管怎么样 大家可能对十几个颂词 可能有二十一个颂词吧 这二十一个颂词从字面上念的话很简单的 但是如果我们内容展开说的话 恐怕也比较多的 不管怎么样凭我自己的一些理解 所以跟大家共同也参考一下其他的一些资料 都是非常合理的 也就是说提摩十六阿罗汉理工文 十六阿罗汉 总共有释迦牟尼佛教法注释的 他们承诺者有十六尊者 当然前面有释迦牟尼佛 还有后面有四大天王还有达玛大巨石 这样的话不到十六阿罗汉 应该是比较多了主要有十六个阿罗汉 阿罗汉我们平时是南川佛教里面经常所讲到的 也就是说小乘里面讲到的叫声闻研究里面 他所谓的罗汉就叫处有慧 我们汉文当中叫处有慧的意思 罗汉指的是梵语 如果是藏语的话 也就是说他摧毁了所有的烦恼缘地 从一些相关的佛经里面讲 所谓的罗汉有杀贼还有淫宫 还有他们已经证悟了无神的境界 然后他们已经远离了所谓的烦恼贼 世间所有的众生向他们供养也是可以的 有这么一个甚深的意义 那么这个是以前特别著名的班智达 夏家谢日他所造的 然后他所造了以后 每一个偈颂后面都是有一种礼战 就是顶礼句 还有按照藏传佛教的一些传统 那么一边念十六祈祷文 一边做大量的供灯 供花 供水 做物供 让世间的这些高僧大德们注释 让佛法永远兴盛 其实这样我们发愿意念 功德很大 你们可能也听说过吧 现在印度的很多高僧大德 大概半个月 一个月左右 大家都在印度金刚座佛塔面前 每天都从早上到晚上念祈祷文 也有这样的 我们学院以前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也有很多次共同念诵 当时法王去印度的时候 我们去印度南方南拙世面 法王在那里讲课 当时我听说旁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观察愿光 你们可能不知道 藏传佛教当中专门有一个愿光 那种愿光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算命一样 特别准的 然后我有一次大概是一个黄昏吧 然后我去找一个老年人我问法王注释方面 有没有什么需要念经的 他当时通过愿光的观察说 一定要念个十万还是多少 我这个数量记得不是很清楚的 要念十六阿罗汉理工文 然后后来到了尼泊尔的时候 我就听了一个很好的藏文 小皮亚小皮亚的那个 然后回到学院以后 学院好像很长的时间当中 为了法王如意宝 长久主持也念了这个经 所以我们平时可能在汉地以前好像没有听说过 但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这里很多人口头上经常说 对自己的上师 上下你老人家抢救救世 抢卷法轮 你光是口头上说抢救救世的话 不一定能抢救救世 不如念这样的祈祷文的话 应该说是依靠这些阿罗汉的 无边的神通和加持 还有他们的发愿和一些敌事欲 能对十方真正的持教大德 他有能力他的宿命是延长 如果你想在各个地方 这个佛教一定要让他弘扬的话 那么经常通过发愿 通过这些圣者的威力来边缘的地方 佛法不兴盛的地方也是可以 所以现在很多事情 并不是光是心里面想 并不是光是口头上说 一定要有一种方便方法 我们世间当中也是做一个企业 和做一个任何的项目 它光是心里想也不行的 有时候是行动 要这种行动的话 需要一种三窍方便 这个三窍方便如果你不会做的话 恐怕也不一定能执行 就是那种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十六尊者阿罗汉的这样的礼公文 就是逆公文 就是逆公文 是非常重的 我现在 proprio带来注射 我其实不可能 这种东西 但我识别